接着来看极端气候 在土耳其西北部因为大雨造成了河水暴涨 甚至有铁桥被洪水直接给冲毁 由于水流实在太强烈 画面上您看到这一座桥梁 布迪冲刷硬生生被断成两半冲往下游 而土耳其历经暴雨之后 周一黑海沿岸淹起了大水 河流附近的房屋也被冲毁 有房只剩下一半 而这波雨是从周末到下周一 导致有部分路段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还有些地区甚至是煤电可用 这一次的大雨也引发了 当地气象单位的关注 索性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员伤亡